萨古鲁谈 为什么练习体试时不应该说话 有人问 为何在练习体试时我们不应该说话 也不应该在他人练习体试时 对他们进行纠正 萨古鲁说 体试是一种动态冥想 因为你没办法静止不动地坐着 所以你就做点别的 让自己进入影响状态 正如帕坦伽利在瑜伽经理所说 那种绝对安稳和舒适的姿势 就是体试 这意味着你的身体是自在的 你的头脑是自在的 而你的能量是活跃而平衡的 体试是一种为了让你达到自然冥想状态 而进行的准备步骤 从某个方面来说 体试是一种动态冥想 认为冥想时还可与人交谈 是荒谬的 做体试时也是一样 说话会触发你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这点你可以自己来验证 首先安静地坐着 检查你脉搏频率 接着激烈地说话 再度检查你的脉搏频率 你会发现脉搏频率会非常不同 脉搏的变化只是一个例子 说话不仅仅改变了生理参数 甚至能量参数也会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如果没有专注 又何谈进行体试呢 一次我被美国某瑜伽工作室 邀请去做演讲 邀请我的这位女士 是医生训练练习者 并且做了多年的瑜伽老师 当我到达她的瑜伽中心时 我发现那里正播放着音乐 而她一边进行着半脊柱扭动体试 一边通过麦克风不停地解说 看见这场景后 我马上就想掉头离开 但她认出我来 和我打招呼 停止了体试 并跳起身向我走来 我将她拉到一旁对她说 不能这样教瑜伽 因为她会给一个人的系统 带来严重失衡 而后来知道她确实如此 在一段时间后 她停止了教课 而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 在进行体试时 不应该说话 或按你的喜好 进入任何体试 我看到有人在中间 厕所休息时间里 都不忘做个体试 因为他们想要全世界人都知道 他们在做瑜伽 这很愚蠢 如果你做了瑜伽 能够只是坐着 不再需要跑去洗手间 不再需要和任何人说话 也不再需要喝任何东西 这对你就是很好的宣传 你并不需要摆出某种姿势 来告诉别人 你在练习瑜伽 一个准则就是 在做体试时 永远都不要说话 因为专注力 呼吸 以及能量系统的运行 是非常重要的 根本的是 体试是一种初级冥想状态 冥想时不能说话 如果你在做体试时说话 你的呼吸 精神集中力 和能量系统的稳定性 会大受干扰 关于纠正别人的问题 从某个方面来说 在身体上纠正别人 等同于使用道具 如果老师将纠正说清楚 人们就应该能有意识地 进行自我校正 否则过后 他们依旧会重复同样的错误 另一方面 如果他们已经处于某一状态 而你试图通过碰触他们 来从身体上进行姿势矫正 你会造成伤害 举个例子 仅仅仅是移动我的手指 也会牵涉到很多东西 我的肌肉 韧带 骨骼系统 头脑和能量 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运作 假设你握住我的手指 移动它 那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 所以老师应该通过言语来告诉你 直至你了解应该如何做为止 但你应该努力从内在进行自我校正 我让你试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